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澳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 又公佈根據傳染病防止法, 第十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調整 由外國、香港特平行政區 還有台灣地區入境人士健康管理措施, 在二零二年十月十五號起, 取消在解除醫學觀察第日起計 第四到七日健康監察, 以及解除健康觀察第日起計 第五日、第七日接受核酸檢測措施。 但是入境人士必須在解除醫學觀察當日起, 連續四日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及每日去到社區核酸站接受核酸檢測。 另一方面,根據新冠病毒感染者傳播性的 最新科學數據, 亦調整對入境時又或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間 這一個新冠病毒核酸結果呈陽性人士的集中隔離期限, 由不短於入境第日起計十日, 就改造不短於入境第日起計的第七日。 亦都叫做不再有傳染性。 這一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措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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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集再見啦!